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专家预计 冬季流感发发风险 较新冠病毒高 建议幼童和长者尽快打疫苗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坦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 黄艾说 中方会尽最大诚意和努力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本港明天开始放宽入境检疫 无需酒店隔离 但仍然要三日居家医学监察 何时可以再放宽 至到零加零 医务卫生局长劳宠茂说 难列明条件同时间表 强调抗疫之路要稳阵 否则会怒毁人望 他又说 有空间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会尽快做 星期一开始 由海外和台湾经机场入境的人士 检疫减到零加三 即是无需酒店检疫 九围居家三日医学监察 期间无确诊可以上班上学 但不可以去食肆等的厨所 业务卫生局局长劳宠茂在本台节目讲声讲错话 现阶段不调整到零加零 即是完全免检疫 是因为数据显示不合适 现在我们社区的检测阳性比率 都是大约1% 左右 但我们外地来港的旅客仍然是3% 这三倍的风险 外国有很多新的变种病毒 是不是永远都不能零加零 可能在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这个比率会不会继续下降呢 另一个很决定的因素 就是我们的疫苗接触率能不能继续上升呢 能够保住我们的医疗系统 接连有专家认为 现在输入确诊个案占本港整体比例小国半成 不会对医疗系统构成明显的压力 建议若这个情况不变 可以改为零加零 盧宠茂就有保留 不要忘记我们的社区感染数字是在下降的 这个是份母 而我们输入的个案随着我们改变政策 是会上升的 比如有3%的比率 但是我们一旦改成零 可能会去到两倍 三倍 四倍 甚至十倍都不定 那应该符合哪些条件 为什么不能像上届政府提出复偿路线图 盧宠茂就说变数太多 有难度 强调要记住年初第五波的严峻疫情 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些事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再发生怎样呢 香港政府作为总工程师 带着700万人去走这条抗疫的路 我们必须确定这条路是稳阵的 是不会路毁人亡 不过他说本港新增确诊数回落 公立医院非近一服务就来恢复到八成 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至于是否下个月5日措施到期之后调整 他只是说会尽快做 今年2月本港新增确诊数达到6000多宗的时候 盧宠某曾经说和病毒共存等于共赴王全 近日的情况差不多 港府就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有没有矛盾 是有很多事情变了 我们的接种率提升了很多 我们的应对疫情的能力 医院系统也都强了很多 更加重要的一点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大家很想知道的 但是确实是很多我们的老人家 已经是走了 你问他 你可以问问那9000多人 其实现在去了哪 我们的社会 经历了年初第五波这么严重 其实某程度上 我们在政策上 也很多无法不去适应 这么大量的确诊患者 他强调就算病毒可能在社会继续存在 当局减感染等等的立场一直不变 他又不认为 今次入境检疫调整 影响和内地通关 因为现在过关前要核酸检测 两个星期之内 三万人次只有一个人是阳性 检疫之后 阳性比率只有0.5% 母线电视记者陈嘉欣报导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 进一步回落至3000多宗的水平 多10个患者离世 卫生防护中心暂停举行疫情记者会之后 改发新闻稿交代最新疫情 新增3780宗本地阳性 同117宗输入个案 数字进一步回落至7月中下长以来的低位 再多两间安务院舍 有两个院又检疫 六个院又需要检疫 而怀疑感染变异株BA.4或BA.5的个案 佔整体升至88.7% 其中BA.5佔85.5% 另外多10个患者离世 大应波疫情累计9903人死亡 有专家预计 今年冬季流感爆发风险较新冠病毒高 建议幼童和长者 尽快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 本港新冠疫情由高峰回落 入境检疫也会放宽 政府专家顾问孔帆预计 大批市民将会外游 入境旅客也增加 担心由外地带入流感病毒 说冬季要加倍留意商疫夹击 冬天新冠的爆发机会相对小 反而流感爆发机会大 因为本身整体社区的抗体 都是偏低疑痛 本身因为过往那几年 其实可能真的没有接触过流感病毒 尤其是幼疼 因为过往那三四年 其实整体都没有什么 上呼吸道病毒的爆发 除了新冠之外 那变相它是未曾 未见过流感病毒 那你一接触了 其实那个情况 就可以有比较严重的重症 或者拼法症 强华根据外国研究 不会同时感染新冠和流感 但可以先后感染 呼吁一老一幼 尽快接种新冠和流感疫苗 最惨的就是新冠破坏了上呼吸道的细胞和免疫力 令到你很容易感染到流感 之后感染了流感 你新冠好回再重流感 其实那个破坏力很强 就可能有机会拼法症 包括肺炎 尤其是肺炎的比率可能会上升 有团体早前以问卷收集了150个教职员意见 发现有三成多的学校 没有安排在校内接种流感疫苗 原因是学生哭闹 欠缺人手 又担心針剂疫苗导致意外等等 医院药剂师学会就说 近两年只有不足四成的幼稚园学童 接种流感疫苗 建议政府增加采购噴鼻式的疫苗 等家长和学校多个选择 但是提醒9岁或者以下 从来没有打过流感疫苗的儿童 应该接种两剂 相隔时间是四星期 并且可以同时接种新冠疫苗 只要分开左右手就可以 副作用也不会因此而更加严重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政府放宽入境检疫限制至0加3 行会成员高永文认为 是回应社会上重启经济活动诉求 不是躺平 行会成员高永文出席一个医学研讨会之后 说政府采取0加3措施是经过审神考虑 香港就是错失了一个机会 令到我们进入了第五波 病人的数目非常庞大 所以在这点时间你要在短期之内 能够做到所谓动态清零也几乎是没什么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唯有采取一个平衡的做法 最主要我想是参考医院管理局里面 病人的数字 政府有一个可能性 是可以将现在的入境的隔离管制放松 这一点也是回应了社会上 是有很重大的 对于重启我们经济活动的一个渴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适当的 也都绝对不代表我们特区政府 政府采取了一个所谓躺平的一个政策 他说政府现在应该就长生观问题 尽早制定策略 结合中西医治疗 和将病人有效分流 减轻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忠也都认为 放宽入境检疫措施符合市民期望 我想内地政府也都很明白的 在一个能够逐步 即香港的疫情比较稳定 有些内地有关的措施也都准备好了 可能就会进一步增加些名额 令到需要回到内地的人 可以逐步多些人可以回到去 我想两者的政策应该不会有什么矛盾 有抵触的 因为内地的官员都说过 对外方面 香港方面特区政府是可以处理的 自己内地通关一定要和内地商量好 谭耀忠又说 港府和内地正是商讨检疫疫站安排 他希望旁边酒店除了深圳之外 可以安排到不同的地点 好像广州、东莞等等 增加港人回到内地的名额 暂时未有具体时间表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布 入境面酒店检疫措施 明天早上6点开始生效 到时只是检疫的旅客 可以提早回社区 有酒店业界划 措施由宣布去到实施相距时间短 未必能够迅速主理退款 呼吁旅客耐心等候 政府星期五宣布零家三当日 正在泰国暴急玩的陈小姐 原定第二天回香港 为了避开检疫监 顺便在泰国玩多两天 计划更改机票 接下来星期一才回程 但一直联络不到检疫酒店取消 最终都是星期六回到香港 现在是酒店隔离 他说自今酒店都没有回复他 连同泰国当地做的核酸检测费用 持合大约600元港元 一共花多了三千多元 剩下的房钱 酒店也未有通知他何时退 有酒店业界代表说 零家三由宣布到实施 只有两天多 业界要安排人手处理 客人退房和退钱的申请 其实是星期五公布 而星期一已经要安排旅客离开 所以我们在人手上 我们也有少少调动 要安排多一点人手 可能也有六十多间酒店 也要经过银行去做退款 可能也要少少时间 但我们承认这些退款 一定会退回旅客 可能客人领域的时间 可能两三个星期 或者可能更长的都有机会 他又提醒为免人多聚集 星期一早早 酒店或者会按楼层 安排住客离开 住客要留意酒店安排 无先知记者邓热型报道 稍后回来会报导 陈华波说本港出口金融市场等 将会持续受到外围影响 但市民都要为福祥做好准备 南韩说北韩向东部海域 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显责是严重挑衅 回来新闻时间 财政司司长陈华波说 环球金融市场上星期继续波动 预料本港出口金融市场等 继续受影响 但随着入境检疫放宽 市民要做好复偿准备 上星期多间主要央行大幅加息 股市、汇市等明显震荡 甚至可能触发新一轮金融波动 财政司司长陈博波发表网志 说香港是全方位开放经济体 面对风雨飘摇的外围经济状况 多方面势必受到影响 其中全球纷纷收紧货币政策 进一步削弱环球增长动力 预料本港出口进一步受压 即将公布的8月跌幅继续扩大 其次借贷成本上升 本港多间主用银行调高最优惠利率 和存款利率 相信融资成本亦都增加 而金管局将审批按揭贷款的 加息压力测试门栏 由假设加三厘 调整至加两厘 相信足够妥善管理 银行按揭贷款风险 另外金融市场 尤其是外汇和证券市场 将会随外围市场持续波动 他形容虽然外围曼天风雨 但本港在关键时刻也迈向晴天 本港星期一起放宽入境检疫安排 外地人员往还正是快速恢复 市民要积极配合防疫要求 加速做好服尝的各项准备 捕捉经济恢复带来的机遇 让社会和经济有最大恢复空间 让香港联通世界保持竞争力 他说星期六是国庆 亦是发放第二期消费券的日子 将会有助提振消费 威及零售和餐饮市道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部报道 警方拘捕两个怀疑是偷车集团的主路 涉及18宗案件 金额一共110万 这些被偷走的车部分已经拆走了零件 警方说偷车集团5月至今犯案 先安排车手驾驶欧洲名厂跑车 深夜去到街边或者低测房的 烂地停车场找目标 其余成员在几分钟内偷车 之后驾到偏僻地方拆走零件 或者吐上假车牌犯案 偷车目标多数是日本品牌的混能车 和家庭七人车 大部分找回来的这些混能车 找回之后 它们连接着死气喉的吹化器 都是被人拆了去的 那我们最了解过 原来是因为这些吹化器 里面是含有一些贵金属 比较值钱的贵金属 在二手市场里面是有价有市的 所以特别令到这些刹人垂青 至于这些日本品牌的家庭七人车 他们的款式比较低调 亦在市面比较普遍 所以这些犯罪分子 通常会偷原来之后 是用来干负其他罪行 包括可能是踩线 运载失物等等 警方以偷车 行驶虚拣文件等等的罪名 拘捕两个三十八岁华移转老 并且在屯门、元朗、天水围等地 建起五部塞车 警方呼吁车主安装具 云端技术的摄录镜头 和把车停泊在安全的停车场内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坤报道 资金局说 借全力构建资金二平台 精简强资金计划行政工作程序 目标是将行政费降低五成半 资金局主席刘墨家軒在网站说 用以客观衡量强资金收费水平的基金开支比率 由2007年的2.1%下降至目前的1.37% 减幅三成半 收费中行政费占基金开支比率超过四成 投资管理费占超过三分之一 他建议 计划成员不应单纯比较收费 需要考虑基金是否物有所值 如果基金透过更积极管理 争取到更好的成果 即使收费较高 性价比可能比收费较低 但回报较信息的基金为高 资金局已经要求强资金受托人 开始编制年度管治报告 就当中计划是否物有所值进行评估 并在报告中披露结果和跟进的情况 最终在明年第二季向资金局提交 和在网站发布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说中方会尽最大的诚意和努力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但同时会致力打击台独活动 并排除外部势力干涉 指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统和平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星期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说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从未分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从未改变 全体中华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努力 也从未停止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81个国家 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都承认以及接受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不单是维护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是真正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维护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中国院继续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而为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以最坚定决心 打击台独分裂活动 以最有力举措 排除外部势力干涉 只有依法坚决制止分裂 两岸和平统一才有现实基础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持久和平 在乌克兰问题上 王毅说中方支持一切有助和平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当无至急是劝和速谈 基本举措是照顾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构建均衡有效和持续的安全架构 又呼吁各方避免危机外弱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发言 聚焦俄乌战士 批评美国和他的盟友 积极破坏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体系 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军事行动 全球亦都需要作出决定 是否要结束相关霸权 拉夫罗夫又批评美国正是试图征服亚洲地区 在印太地区形成封闭式国家集团 在台湾周边地区玩火 更重要的是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 母亲电视记者陈雨桥报道 南韩军方说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演词是严重挑衅 日本透过着北京大使馆向北韩提出抗议 分析相信北韩是要回应美国航母群日前抵达南韩准备军演 南韩军方说北韩当地朝早6点多 由平安北道泰川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飞行距离大约600公里高度大约6万米 由于发射地区属于内陆 因为撕射潜射导弹机会较小 军方作出强烈谴责 认为严重威胁朝鲜半岛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 顿促北韩立即停止发射活动 将会加强对北韩的监控 和美方保持紧密沟通和合作 日本防卫上奔田正一说 导弹飞行高度最高达50公里 有可能是秦难以追踪的不规则轨道飞行 估计导弹坠落北韩东面沿岸附近 并没有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 它又强烈显责北韩发射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已经透过住北京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抗议 今次是南韩总统韩石月5月上台以来 北韩第五次试射武器 对上一次是在6月5日 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 分析认为北韩再次发射导弹 正值美军核动力航母列根号战斗群 星期五抵抵南韩釜山海军作战基地 计划月底在南韩东部海域参与美韩联合军演 被视为是向北韩示警 加上美国副总统何錦麗 今星期访问首尔 将会同运石月会面 相信平壤这样做是要表达不满 外界关注 南韩军方日前曾经向运石月会报 说北韩当局在咸镜南道新普市一带 准备试射潜射弹道导弹 相信随着演习临近 北韩可能将会进一步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以示抗议 无线意识记者风月明报导 正在回来会报导 外地网传有人接种科兴疫苗之后 出现快结节 官媒出面辟谣 专家亦都说 没有证据显示两者有关系 科学家在蝙蝠身上 发现新的冠状病毒 可以避过新冠疫苗产生的降体 回到新闻时间 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新增760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针对近日网上传出 接管新冠疫苗后出现肺结节的个案 专家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和接种疫苗有关 目前内地有12亿7千万人 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而近日内地网上流传多个人 在接种科兴的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肺结节 即肺部出现直径少于3厘米的阴影 亦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反映 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类似的情况 中央直属党部《经济日报》发文说 科兴新冠疫苗属捐灭活疫苗 在制备过程中已经将病毒处理致死 失去繁殖感染能力 不会感染肺组织产生结节 又说肺结节减出量和国产仪器进步有关 呼吁社交平台不要被谣言干扰抗疫大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也说 目前未有证据表明 疫苗和肺结节有密切关系 但他说疫苗有其自身缺陷 这个为科研人员提出新问题 今后要对肺脏免疫进行研究 另外高福也说接种疫苗要少量多次 建议每半年打一针来换醒免疫细胞 在感染数字方面 新增本地病例连续一星期少过一千宗 贵州占罪多有180宗 黑龙江有174宗 宁夏、西藏等地都有过百宗 其余个案分布在广东、四川、天津、山东等多个省市 中共二十大下个月16日召开 出席的二十大代表已经全部选出 当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 新华社报道 全国各选举单位分别召开中共代表大会 和中共代表会议 选出2296名出席中共二十大的代表 当选的代表整体上符合中共中央规定的条件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 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力 是共产党中的优秀分子 代表的结构和分布比较合理 构成比例符合中共中央要求 具有广泛代表性 当中包括党员领导干部 一定数量的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 以及经济、科技、国防、卫生等各个领域的代表 有全国人大代表近日建议 降低英语教学比重 增加中国传统文化教学 来增加学童的文化自豪感 教育部回应说 中小学外语课时数比例是6-8% 占比低于语语文等的科目 又说外语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培养学生语言力、思维品质等核心素养 教育部强调历来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并鼓励学校开展传统节日、复式等交流展示活动 令学生了解中国文化 下一步会持续推进中小学等教材规划 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中国成功发射试验14号、15号卫星 快舟一毫甲运载火箭 以一战双星方式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星空 卫星已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试验14号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新技术验证等领域 至于试验15号卫星就主要用于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科学家在俄罗斯的蝙蝠身上 发现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可以避过新冠疫苗产生的抗体 专家担心这种病毒一旦和新冠病毒产生变异 病毒的毒性可能会更加强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专家团队 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期刊发表报告 说2020年在俄罗斯的蝙蝠身上 发现一种叫做Costa-2的冠状病毒 经分析之后 发现病毒在实验室内可以入侵人体细胞 路径和新冠病毒相同 团队专家尝试将曾经注射过新冠疫苗 或者曾经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的血清和Costa-2混合 发现血清内的抗体没办法中和病毒 意味着没办法对它产生抵抗力 专家强调目前Costa-2 没有能够对人类造成严重疾病的基因 但是由于它和新冠病毒 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入侵人体同一细胞 一旦它们在人体内交换基因重组 产生变异 新病毒不单只能够被过疫苗 同时也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领导团队的专家说 正在尝试建立数据库 记录不同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路径 以及病毒是否能够被过疫苗 希望在出现新病毒的时候 就能够更容易找出应对病毒的疫苗 或者治疗方法 希望在10至20年内能够完成 无线电视记者马尼述报导 意大利举行国会选举 选前民意调查显示 极有意大利兄弟党支持度领先 党夫在梅洛尼有望成为 意大利第一位的女总统 女总理 当地可能出现二战之后最后谈政府 在意大利罗马选民陆续到票站投票 近5100万个选民 可以在当地星期日 早早7点至晚上11点投票 特拉吉两个月前 在联合内阁里面三个主要政党 杯葛对他的信任投票后辞任总理 促使今次大选提前举行 推动经济复苏 处理非法移民以及和欧盟的关系 成为今次国会选举的重要议题 梅洛尼作为党魁的极有意大利兄弟党 支持到持续领先 选前民调显示 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 和意大利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 支持率大约4成7 领先民主党领导的中左翼联盟 和五星运动党 而意大利兄弟党可能成为第一大党 45岁的梅洛尼更有望成为 意大利第一个女总理 而未当地可能出现自二战后 最右倾的政府 意大利对华立场也可能有变 梅洛尼早前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 说若果成为总理 将会推动意大利和台湾的双边合作 又说几乎看不到适合的政治条件 延续意大利政府在2019年和北京签署的 一带一路被盲录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山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 据报因为家庭事务的原因 将会缺席11月在泰国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15至16日在印尼巴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 报导引述高层消息人士说拜登将会出席 之后直接回到华盛顿 外界相信拜登期间可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拜登原本计划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 前往曼谷停留一日 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一个男人在大婴山摩天崖 行山期间跌落山坡最终不治 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直升机 将伤者送至东区医院救治 当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警方中午十二点多 接获一个男人报案说 一行十四人到眉山石间行山 到摩天崖的时候 同行六十五岁男人跌落一百米的山坡 一部小巴在上水唐宫岭附近翻侧 六个乘客受伤 涉涉的小巴严重损毁 车头挡风玻璃飞脱 车内的杂物散落地 路边的栏杆也都被撞烂 朝早近十点半 这部来往港铁上水站至唐宫岭的 五十七K专线小巴 使这一条穿路时翻车 车上六个乘客受伤送远 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超强台风澳陆 凌晨将会进入南海 天文台预料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 天文台说澳陆进入南海之后 之后的一两日会横过南海中部 而向越南中部一带 期间会和香港保持大约七百公里距离 对香港直接威胁不大 但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礼拜二和礼拜三 本港吹冬至东北风 风势颇大 也会有几阵骤雨 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澳陆的发展和动向 照强台风澳陆逼近菲律宾 菲律宾的北部雨势增强 海岸防卫队出动协作疏散多个沿岸地方的居民 但有人无法循水路离开 当局说 星期日有超过一千二百人和二十八艘船 在多个港口滞留 灾害管理部门预计 澳陆继续增强 持续风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5至205公里 并可能引发山崖傾射 减日为后热大气船的菲奥拿 登陆加拿大东部 一个女人被洪水冲走失踪 当地近55万户停电 后热大气船菲奥拿 吹袭加拿大东部纽芬蘭省 西南部一个海港小镇 带来防风暴雨 竟案有8到12间房屋随着洪水冲下海 一个女人连人带屋被冲走 最终她安全获救 另外有一个女人怀疑被洪水卷走失踪 由于强风 搜索人员未能进行空中搜救 这个只有4000人口的小镇进入紧急状态 当局疏散沿岸居民 菲奥拿的阵风风力达到时速141公里 星期六早上登陆新斯科社省 造成超过41万户停电 全省有近八成人口受到影响 当局估计菲奥拿会为当地 带来超过200毫米的雨量 而在鄰近的爱德华王子岛省 有大树被连根拔起 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当地有大约8万2千户 即是9成半的人口停电 连同纽菲兰省近4万5千户 东部合共有近55万户电力供应 受到非奥拿影响 灾区手机讯号也不时中断 多条道路因为天气恶劣而要封闭 总理杜鲁多和紧急部门开会后 宣布派出军队协助灾区善后 他又宣布取消前往日本出席 已故前首尚安倍晋三 在星期二举行的葬礼 留在国内处理灾情 并且会在可行情况下 尽快到灾区视察 无线电视记者曼尼森报导 俄乌战事踏入第八个月 俄罗斯局部动员补充兵力 国防捕换已经有达1万人 自动到军部报导 而全国反战事威持续 再有超过1300人被捕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地区 星期六有征召入午的人坐在巴士内 趁人在车外送别情绪激动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片段 见到在海森威和康达加半岛 有人报导并且领取军服 突然人说 宣布局部动员第一日 已经有约1万个公民 没有等待征兵通知书 就主动到征兵部门报导 目前俄军中需要捕兵 弹黑兵、炮兵等人员 拥有战斗经验者 可以优先认证入午 总统普京也签出一系列 涉及局部动员令的法例 主动投降、逃兵和不回应征兵令的人 最高可以判监十年 又简化在军中服役的外国人入籍手组 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南部重镇 马利乌波尔星期六继续就并入俄罗斯举行公投 除了马利乌波尔所属的顿涅慈克之外 劳金斯克、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上星期五起同步举行五日公投 塔斯社引述消息说 俄罗斯国家道马本星期四 即是公投结束后两日 会辩论这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的法案 另有当地传媒说 联邦委员会即上议院同日讨论相关法案 而普京将会在星期五 向两院联席大会发表演说 估计会将这四个地区正式并入俄罗斯 国家道马星期四亦都讨论征兵法案 将会并入俄罗斯的四个乌克兰地区包括在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发表说 强调会光复东部顿巴斯地区 和克利米亚所有被占领的国土 要强调俄罗斯必须为发动战争受惩罚 湖斯电视记者陈雨桥报道 美国登月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 因为天气问题第三度压喉声空 气象部门预计以带风暴伊印将会增强为巨峰 并会追击甘纳迪太空中心所在的佛罗里达州 美国太空总署决定压喉原定星期二的发射任务 并会最迟在星期日内决定 是否将运载火箭移离发射台 运回去组装大楼 太空发射系统已经先后两次 因为泄漏燃料和技术等问题然后发射 如果火箭要运回去组装大楼 相信最快要到11月才能再次发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